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不记得吗? 是白色的海豹 踩到像天神那样的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做梦 就是爱 喜欢明星 我都不知道 我以为真的喜欢我 那个背景就几次了 他家人很疼他 整个白马王子很英俊 又可以聊天 又可以常常吃东西 去玩 我觉得原来有人可以保护我 那时候就不听妈妈 爹地说 不听妈妈 爹地说就受苦了 那时候就跑去大肚 跑去大肚 大肚 大了肚 錄了点就走人了 因为有了BB 所以要去结婚 是的 跑去大肚 是的 那我录完音 没人看到的 看不到我五个半月大肚 都没有人知道 都不觉得是大肚 但是唱歌就感觉到声音高了很多 你如果听回我第一张广东唱片 仍然记得声音很高 就因为大肚 一路完结婚了 走的 爸爸妈妈不可以再反对了 因为你已经有了少女友 幸好我 不跟你聊天 很生气 那你没有放酒 有 那边有 香港没有 没有 父母没有看着你 没有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 24岁的时候 老子14岁 那时候也是你的事业的高位 是的 那 爱情重要 那去到美国 开不开心 不开心 在香港开心点 我看书是幻想着 我有家去烫衣煮饭 等老公回来 照顾孩子 原来不是的 原来是怎样的 好像那些雨残片 奶奶又骂 要起床很早 要煮东西 要收拾屋 那要 喂奶奶 就交给人家照顾 就是不让我斗 就是 不同的世界 我觉得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这么凶 我觉得 有 这么多人疼我 这么多人服侍我 去那里做个 妹仔钉 那时候你的先生 Pieter 是的 他去到美国 有没有照顾你 没有 他妈妈照顾我 弟弟照顾我 姐姐照顾我 没有照顾我 但是这个很难 我们两个这么小的老 都没 他都很年轻 是的 他大了几年 整个喜欢玩的 那怎么可以说结婚 但是因为 他们的家人 要很有面 要面的 那就是 就要摆个形式结婚 但是 所以我就 就回来自己养自己 哦 所以因为觉得 不是很夹了 他不开心我就走了 回来香港 你应该回来 你八一年就很结婚 那都是两三年 你八三年回来的 香港 八二年回来 八二年回来 八三年出歌 是的 那你有没有跟 家人 譬如跟Pieter 或者跟你家人商量 回来之前 不懂得说话 自己决定就走了 他有没有跟着你回来 嗯 有 但是没有什么话说 真的很老套 那时候不懂得说话 不懂 不懂怎么去处理 那女儿怎么 我照顾 整个都 我不会照顾 所以我回来 我说我不可以 让别人照顾我的女儿 是变了别人的兽子 所以我回来一个人 多惨 我又不懂得煮饭 我日夜都在半溪吃东西 哈哈哈哈 那你没有找回父母的东西 没有啊 没有人照顾 那现在照顾了 当然有了 这个是一个人生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 真的太有致了 我觉得我自己 很多东西太天真 又太 以为别人会知道这件事 以为别人会 现在我什么都要说 所以我和我 现在的老公 是全部都说出来 但是你有没有 即刻和别人离婚 没有 我没有放弃 三年都继续 每个夏天都带我女儿 TV回去见他们的人 但是 即是 我那个时候就身体 开始弱了 整天都病 整天都发麻症 又没有朋友 又欠人债 那么就一个人 就继续做 又不知为啥 那么我记得 我记得我在房里哭 我女儿得两岁 她来抱着我 妈妈你不要哭 我会照顾你 她两三岁都会说这些东西 那么我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呢 我说是 但是我的身体 越来越弱的时候 就 开始跪下同天说话 我就说我很乖 我又不吃毒品 我又不是出去玩 我很负责任 我尽我能力做 为什么我还不开心 还有这么多东西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但是呢 那答案就是 我不知道 突然间 第二天或者一个星期后 有些东西就告诉我 你最重要 明白到 如果我救了你 你要放弃你 就好像等于 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不可以要了 那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女儿 那时候我刚刚认识 我个老公 新的老公 是男朋友 都要放弃 就是如果你什么都放弃的 那你会救了你 我说好 我什么都放弃 我不知道怎么放弃 我说OK 我放弃 那立刻个人转变了 一个月后 已经离开了香港 那时候92年 熬了10年 所以要把女儿交给伯伯那边 不是 我那时候 只是跟天说我放弃 意思是说我不会紧张任何东西 我要先照顾自己 那我说一照顾自己 我就可以照顾女儿 我女儿其实是13岁 我才正式放给她爸爸 其实爸爸那边 那边都想拿回女儿 没有 哇 这么漂亮 介绍一下你这个 其实你这个很简单介绍 只是这里的一些自制的意识 的甜品 一样的都有些 而我这个就是心太原 暖心的巧克力病 你是什么巧克力 雲娜 你那个是忌廉奶凍 慕食 好吃 我也是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了一个女儿 才可以救到你 是不是因为如果她在你旁边 你不可以做事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physically放 我里面有很多东西 人要拿着钱 我物质上的东西要拿着 但我生命 怎么拿回来呢 我那个希望怎么拿回来呢 放开 放下 就是要找回自己 然后你会给我的生命 然后你会帮我回来 然后他做了 那就是我成为了 我成为了一个Christian 是怎样通过 什么机遇 No I just went in my room I went in my room 跪下 那我的命 已经 就是我觉得去到那个 地步 是我五年喝了中药 去看过西医 什么 除了吃药 或者那些 镇定剂 没有吃 没有看心的医生 我 我只跪下 我说你救我 我知道我 我只跪下 是觉得自己是 没有力想做人 就是 想起 哇 欠这么多钱 又要面对出来 那个老公又不理我 就是 家里又不理我 就是任何事情 做真的都好像不好 所以 好像 我是没有路走 所以就要跪下 说话 跟他说完之后 原来 都可以了 不知道突然间会这样 就是你做完祈祷之后 是 你收到一个这样的讯息 有一个这样的看法 对 你要放开一切的东西 对 那女儿 明白吗 她会不会觉得 不开心 不关她的 因为你将她 交给爸爸 我没有让她去那里 她只有四岁 四岁 九年后才 但是我首先 妈妈要坚强一点 但是我怎么坚强 我只觉得自己没有用 我失败了 婚姻又失败 做事又失败 我又不懂做妈妈 我又不懂煮饭 我只会唱歌 但是唱歌又 但是唱歌又 唱歌又失败了 那就是很大打击 我觉得 我直接 TV说 看回我照片以前 哇 比我现在老了 那女儿 当时也是跟你在一起的 是的 直到13岁之后 才去纽约 才去纽约 跟爸爸一起 那次是女儿自己自愿选择的 她自己选择的 嗯 You know It just happened I don't know 是 很有希望 和 勤力去做事 和 我有祈祷过一件事 还有 就说 我这么乖 你不找一个人 送一个人给我 疼我 FOR ME TREASER 不是TREASER卡片 不是杜莉珊 疼我 一个星期后 真的有个电话来 就是我这个老公 不信的 没有男人打电话来 除了无线 还有工作 地方的人 工人跟我说 有个男人找你 蛤 什么男人 我前夫也没有打电话来 知道的 现在那个先生打电话去找你做什么呢 我那时候是访问我的 他做记者 那时候 我是最 是他 last interview 最后的工作 他已经辞了工作 他选择人 他选择我 但他不认识我的 他在哪儿做记者 南麻 南麻走报 是 做entertainment 假认识了他 是啊 我去打开钢鱼 我那时候喜欢打开钢鱼 那因此结婚 朋友 我还结婚 我那时候不说情 你还没来婚 三年都做修女 我第一部戏 做开心鬼 那个时间就是 刚好修女三年 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希望 虽然三年没有人理 但是 她写信给我 她又打电话给我 那是不是呢 那时候我已经放弃了我婚姻 那我觉得 很适合 可不可以说得因为后来你结识了 你现任的丈夫 你就很撇绝地真的决定要跟前夫离婚 其实现在这个老公是第一个男人 跟他一起住 这么特别 你是不是真的不收 你不知道什么女人的口很毒的 不过你很激烈 很大胆 你试过跟花花公子拍过写真 不过你很激烈 很大胆 你试过跟花花公子拍过写真 不过你很激烈 很大胆 你试过跟花花公子拍过写真 所以就要拍一个写真 不是 那时候刚刚30岁 我现在这个老公Andreas 他就说 不要哭了 有最擅长的 亦有名的摄影师 跟你拍漂亮照 做吧 那我问过TV的时候 TV不知道是7岁 你那个大女儿 是的 那他说很漂亮啊 妈咪 我做吧 但如果现在给我呢 我就不肯了 我刚刚就是想问你 现在再做真的吗 不是 现在当然不行了 身形不行 那时候30岁多漂亮 如果那时候 如果我再想清楚 我就不会做 可不可以说得 因为后来你结识了 你现任的丈夫 你就很撇绝地 真的决定要跟前夫离婚了 其实我已经是 完全放弃了 我才会识 因为我人 我可以很坦白跟你说 我是很专一的 我其实现在这个老公 是第一个男人 跟他一起住 其实我前夫 我没跟他住 这么特别 你去完美国 跟着他家里住 都没有一起生活 都不在 他丢下给奶奶 训练骂 他就去别的住 他周围走 那些花花公尺 很有趣 对 很有趣 他喜欢扮漂亮 比我多 那你正式跟他离婚了吗 当然离了 正式离了 那时候又很怪的 我又说了奇迹给他听 我一直都不理睬这个人 但是到了我生第二个女儿 那时候 我都没有结婚 因为我都没有离婚 那时候 那时候我已经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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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祈祷了 那祈祷了 第二天 哇 很大的字 在我额头 我一起床 额头的字 就是英文 of course Forgive 死了 要Forgive OK Forgive 那他又说 No cheap forgiveness 就是不可以假的 一个星期后 我没有跟他说过电话 他跟我老公说一次电话 他说他会给他离婚指望 整个多年不理睬 经常都骂 正争到不得了的 怎么可以这样发生呢 他还说一些东西 就是 就是大家都是 我不是说他完全错 就是 我都有问题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你觉得你也有问题 很大问题 大小姐给他 很恶的 我永远都不说道理 但是现在要说道理 因为我现在这个老公 和天哪给得我 这个老公给我 我一定要 哎呀 很难做温柔的女人 你是不是真的不收 那把口 你不知道什么 女人的口很毒 说句话是很疯狂的 在吵架的时候 不是不用吵架 说几下底子 男人就很简单 你说几句就会 所以我经常都说 I love you darling 你很英俊 Thank you 做得很好 我一定要经常说 我觉得没有了她 这么多年 我没有可能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说说你那三个女儿 你那三个女儿的性格 有什么大的分别 谁最似你 我想大那个 他的动作想起都挺似 虽然这十几年都没有 只是在一起 但是这次她回过来 宣传她那个电影 戀爱心曲 她就有很多人说她很像我 第二个女儿也是很像我 但是她又有少少像姐姐 那些风格 喜欢扮漂亮 或者很敏感 小女儿就很像老爸 但是又有少少像我那些很困难的东西 但是其实爸爸困难很多 那你三个女儿 哪个你最疯心 最疯心 其实那个大女儿我是很想念 但是我知道她这个时间很喜欢独立 很敏感 如果妈妈说了些东西 怕看不起她 就是她都说过做杜丽莎的女儿很大压力 回来香港她都不想在这里做事 但是她觉得她很永恒学了很多东西 在我身上 第二个女儿我很爱她 因为她真的有天才 是 她很多东西很 执生得很快 就是很醒目一个女儿 小女儿就 但是又生出来早产了 两磅多 只有两磅多 那不就要留在箱里 六个星期 但是我在那个州春田密苏来生她的时候 我的医生都说有二十八个女人同一样时间早产 不知为什么 你刚刚提到你先生有个生命危险是什么 他在香港的时候原来 怎么说 困到那些困在肺里面 那医生在加拿大就说她有一个星期不生命 所以 那时候她在加拿大 没有医疗 而你是在香港 不是 我在那里 但是她好一点的时候 我就回来做黎花王工了 即是01年 是的 本来我说明做三十场就走人了 因为我要陪家人 但是她非他们全部过来 肥姐都说 行了 我煲汤给她喝 那生日煲汤给她喝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 我也不知道怎么可以 他们在那边 他一个人看着两个 那终之来到的时候 我真的 我心里是很感动 就是这么多人 照顾 照顾 还有给多个机会 就是可以做到我 因为我经常觉得 跟天说 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唱歌 你一给就给这么多场我 我很感激的 我天天都很开心的 出场很开心的 因为每一晚都不同观众 但是我看到我老公和我两个女儿的时候 哇 真的很感谢天 我什么都没有都可以 那为什么这么神奇 可以康复呢 又是不停祈祷 那医生都说我很厉害 因为他说 我们看过很多医生 因为他一路 有两三年 不停有不同的东西开刀的 但是找不到东西是什么事的 但是最后那个医生 原来那个医生是一个肺的specialist 那就救了他 但是他叫做很大命 就是瘦到108磅 有多少磅瘦瘦 130磅 他很像那些德国的监人 里面那些 全都见了骨 很惨 就是我都不 现在都不知道 为什么可以经历 我也不知道 我平时我是很不够的 如果有发生什么 有什么事 我就震了 就是你自己可以支持过了 这么艰难的时期 是啊 所以你说 任何 你说钱 有名 有名的那些我不 想回头 是 有没有后悔第一段婚姻 放弃了你的事业 结果那段婚姻不成功 我觉得 没得后悔 因为我有TV 我都会 一定会生女的 我不会后悔 因为 我觉得 虽然是一个 兜了很大的圈 很多年 浪费了 但是 我觉得一定要这样经历 才我会去到现在的Theresa 那现在在这一刻 在你心目中 你觉得你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人 我老公 都不是那些女儿 是老公 那 我 如果我没有我老公 我的女儿 都不会在那儿了 还有 我们两个一起 那时候才可以 令到家庭 是 很顺利去 生活 最重要的是我的partner 我都 生我第二个女儿 是有人跟我说过这句 提醒我 你出院的时候 就不是BB最重要 是你婚姻最重要 那我觉得如果我婚姻重要 那些时候就会开心 那我希望你以后 都可以有一段 很美满的婚姻 多谢 和一个很幸福 温暖的家庭 多谢 有时候送一些纪念品给你 我们先叫阿雪 阿雪 麻烦 在纪念品之前 是 还有一条问题 要请教一下你的 你是音乐老师 其实你现在看回的歌手 香港的乐坛 哪个唱得好 你觉得很好 哪些唱得真的 非常之 很多改进的空间 这么说 Sammy 和益莲 很稳定 说回我自己的学生 Jade Fiona 真的很好 就是他们摆心 你看到他的样子 摆心下去 但是有些真的怕到震 那些声音 听不到 你可以看到 不用我说 看到的 他们是逼着自己 要唱的了 还有谁 是的 你说到 Twins 或者Yomiko 或者Stephy 他们说Stephy 我还没正式和她一起聊天 但是你个个都骂她 那她上台不怕吗 你被我被人整天骂 我的声音都震了 都不唱不定 以前亿年都有走音 是吧 有很多个都有机会 给她唱 好 给你收礼物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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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份礼物 第一份 就是一个 清洁已够的机 叫学生听话话 着了她 和她清牙 又可以跟子女做这些 会不会太热的 不会太热的 不会的 你清耳不用很久 不用整个小时 那怎么洗这些 撕了它 就是拎开它 可以倒出来 还有她有一些 掃给你掃 好啊 这个可以七次活动 谢谢 不过更加有意思的 送给你的 就不是这个 这个你自己开了 会不会弹出来的 不会的 哈哈哈哈 一二三 这个呢就是 由1971年 浸到现在的 咸金骨 Oh my goodness 71年你就是 第一张的日本唱片 是啊 那这个呢 是帮你补到一把声 而且真的不是钱 可以买的 多谢多谢你 So sweet 希望你喜欢 多谢多谢 最紧要可以和先生 和三个女儿分享 Thank you 我也会和我的学生分享 有些歌星需要 哈哈哈哈 需要忽然间没有了一把声 哈哈哈哈 要笑多些 要玩多些 是啊 咸金骨 会令人开心 Thank you 我的女儿都会很开心 多谢你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都听过一句说话 God only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虽然杜丽莎在低潮的时候 求过神的帮助 她也觉得神帮助过她 不过听完她的例证 我想你都会同意 我们一定要随时准备帮自己 感谢观看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